房车自律走世界了 我带你观听一下 大家好 我是老胡 前两天我们住在威克勒 也就是我们房车的生产厂 所在地 向大家介绍两个免费营地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房车 长有设立的过夜的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呢 就是埃坎的公司 提供的免费营地 有水有电有排屋 我们在那住了两个晚上 现在我们来到了Modern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人口将近一万 面积是12平方公里 这个城市比较出名的 就是1974年 布洛斯在他自家的农场 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海洋生物化石 因此在这个地方又设立了 加拿大化石研究中心 好 我现在就带大家到里面去参观一下 它们在这座画石 这个是一个画石 这是一个画石的研究中心 梅跳的八块七毛五 这就是海洋生物 这是一个画石的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的现实 这个大头昌龙就是服务室在他自家的农场里发现的 这昌龙大约是13.1米 比较的余味 我要的未来 这个比较完整 你就是我的生命中的之弱 很悠朽的 闪亮的一颗星 在黑夜里散发光彩 多么单纯美丽的存在 这个景点就不带大家听得懂了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